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雷莎 我是Eason 那今天要来给大家讨论一个特别奇怪的状况 就是我们可以现在看到变性人还有同性恋 它慢慢的已经开始变成主流了 是的 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哪一天我突然说 我出柜了 我和我的女朋友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AI news就红了 保守派新闻频道女主播原来是个同性恋 然后基督徒变同性恋 基督徒出柜等等 但是你知道如果我要是不是基督徒的身份 我如果要是不是在做这个 如果我现在要是在一个什么大学里面上学 或者我是一个高中生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样找对象好像也好找一点 因为没有那么局限 多了一半的人 慢慢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主流 没错 Superman大家都知道吧 超人 超人一般都是打击坏蛋嘛 对 做好事的一个大英雄 但是现在呢 最近新出了一个漫画了 他们公司 这是他的儿子 他是Clark Kent 还有Lois Lane的儿子 叫John Kent 然后呢他呢在里面呢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参加一些什么BOM riot啊 然后就是打击这些Wise supremacists啊 然后呢就是跟一个里面一个粉红色头发的一个男的他的工作是骇客 然后他们就在谈恋爱 所以这个讲的也是非常事实的 就是不管你的父母是多么保守派 现在生出来的孩子全都变成这样了 他爸是打击纳粹的时候 然后他现在就是在那边搞同学恋 就像Superman我们大家心中这么经典的一个人物啊 还有蝙蝠侠的死党Robin 他新的漫画里面 他也出柜了 变成双性恋 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喜欢男的我也可以喜欢女的 对Robin这个角色啊一直有被塑造成不一样 有时候比较大的 然后有时候比较高 有时候变成女的都是各种不同的Robin 他是一个试水温 然后接受说大家也不接受 结果大家还说还OK 然后呢现在就是Superman就变得双性恋了 对啊那不光是这些哈 这个迪士尼呢才也宣布 洛基是一个性别流动的人 那还有就是你大概会很喜欢的 花花公子 以前都是我们看到就女生 然后穿着兔女郎那种衣服 对吧 现在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一个男的 穿着兔女郎紧身的衣服 他也戴耳朵 然后他现在是十月份的一个封面 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这么辣眼睛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看啊 我也没看 刚好你刚说的这四个东西啊 我只有花花公子没有看 为什么一直有人要来宣扬这种文化 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很多时候我觉得 那这东西跟我就没关系嘛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可能去喜欢女生嘛 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目的就是要创造出更多的受害者心态 这个我们一直有来讲 我们节目一直在讲 就是他们自在创造不同的受害者心态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起来推翻原有的体制 就是形成这样的不同的阶级啦 就像那个黑命贵 他们觉得自己被歧视了 所以怎么怎么样 他们现在要弄的是说 在性别认知方面有障碍的人 还有性取向跟我们不同的人 把他们打造成就像BLM一样 是吧 对没错 那超人原本是打击纳粹的 是拯救地球的 现在打的是保守派的人的思想 就是他们目的就是要扭曲正义这个东西 就是不知道正义是什么 那超人的演员 丁确 他非常的震惊 他并不反对同性恋 以及争取同性恋的这个权益 真正的有勇气的人呢 如果说超人是去帮伊朗 当地的同性恋 他们被这个政府打压的话 但是现在的超人呢 在那边打击什么全球气候变迁啊 然后打击政府的边境管理局啊 因为他支持非法移民啊 然后跟这个男的骇客在那边谈恋爱 那当超人不知道正义是什么的时候 那他打击的东西就不是邪恶了 很明显的这个超人就是不在乎伊斯兰教下面的女人不能工作 还有塔利班强奸小男孩 边境的毒品交易 还有人口买卖 这些都是超人 这个超人啊 只是一个穿着超人的衣服的左派人士而已 那Loki的景影集你有看吗 我没看 我有看 那简单的说呢 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神的外星人 然后他是欺骗大师 不相信任何人 最后呢他只能爱上他自己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看完了之后呢 认为Loki这个人物 在影集里面的角色非常非常成功的诠释了整个左派的思想还有观念 他们就是一群自己 把自己当神崇拜的人 正义无法接受他 他只能崇拜 还要爱上他自己 还要把这全世界都变得跟他一样的受害者心态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文化的压迫 有一些人甚至是基督徒啊 他们也会慢慢的就会被这个东西卷走 或者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就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年轻人 或者是跟我差不多同龄这样的人 也都会慢慢的接受这个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好像变成生活非常正常的一部分 那我们如果在面对现在这些文化压迫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就是我们可能是要弄清楚说现在到底在干嘛 然后到底在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们要先知道 然后知道之后我们的立场要站队 对吧 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事情 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 我是说我不管我不管跟我没关系 还是说这个事情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的底线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前有讲过一起讲Limit 就是our limit define who we are 我们的限制 我们对自己的限制塑造了我们这个人 那所有的极权暴君 他们不会一下子吞噬你 他们会一点一点的慢慢触碰你的底线 那我们要站在我们的底线上面反抗 而且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创造文化价值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声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 这里面有几个人 德国的牧师Dietrich Bonhoeffer 为了正义 自愿的当联军的间谍打击纳粹 在二战的时候呢 帮助藏壁犹太人 Ann Frank 还有Corey Ten Bon 还有就是像说天安门前面的那个坦克人 就是那时候六四天安门事变嘛 坦克车就要压进来了嘛 然后就是 然后那个人就站在坦克车的前面 那坦克车要左转他就去挡 然后右转他就去挡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请在下面留言 这些人以外呢 还有包括启动整个黑人名权法案的Rosa Park 当时的话是种族隔离嘛 如果你坐公车的话 白人可以坐前面 黑人要坐后面 那Rosa Park是一个黑人 那他就是坐在前面的地方 哦 对 然后原本有另外三个人在前面 但是另外三个人被骂了一顿之后 他们就乖乖的到后面去了 只有Rosa Park一个人 他划清了界限 他不能再被侮辱下去 他知道耶稣爱他 他是人 美国当时的种族隔离的政策 是违法的 是违背圣经的 所以他选择留在公车的前方 因为宪法上面说得很清楚 人皆生而平等 那我们之前呢 有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在我们前面 就不是在漫画里面的 是真实发生的 他们做我们的榜样 所以说在这场战役里面 我们绝对不是可能的 现在我们有一个机会去做一个英雄 我们有机会为正义而战 我们有机会抵抗邪恶 像说Tom McDonald这个饶舌歌手的歌 America 连续两个星期创下了最高纪录 在YouTube被封锁 Spotify被封锁 iTunes被封锁的情况下 他愿意出来写歌 然后发生一些打破左派的封锁 你有听过那首歌吗 对不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这个人呢 他满身纹身 然后我看起来就一看一样 就不像好人那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他是饶舌歌手 我完全相信 因为他看起来就像那种饶舌歌手 好可怕 但你一听他歌词 对 这人是右派 竟然是爱国的 这么爱国这歌词 他写的 然后他唱的 我就 对啊 所以就是好像跟 本来有的那个印象 好像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对 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 哦 原来爱国者不是说老年人才爱国 不是说我们这样看起来老老实实 很普通的人才是爱国 像他那样 好像看起来很反叛的人 他也是一个超爱国的人啊 不止Tom McDonnell 还有很多其他的饶舌歌手 出来说 我们支持自由 然后我们爱美国 然后不要 如果说你不愿意 你讨厌这个国家的话 I'll help you to pack your bag 就是你走嘛 对不对 你讨厌这个国家 你待在这边干嘛 不只是这样子的 NBA的凯里 Irving 还有Isaiah Todd 不打疫苗就是不打疫苗 不上场就是不上场 亏钱就是亏钱 Isaiah Todd 他说得很清楚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就是要站起来唱国歌 他就是不下跪 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基督徒 而且他有他的底线 那AI News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基督徒要大侯大子的话 只要说我是基督徒 我是哪个教会的 我们支持同婚 耶稣就是爱 耶稣叫我们打疫苗 我们要听政府的 不要跟政府起冲突 里面这一串 只有一句话是真的 就是耶稣是爱是真的 其他的话全是假话 但是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呼吁大家不要变成系统的一部分 现在做好事 有好的价值观的人 变成了一个次文化 饶舌歌手开始写歌词 说是爱国内容 我们应该觉得很酷啊 对不对 我们这些老人比这些年轻人还要吵 还要叛逆 现在是年轻人在政府的下面被控制 然后乖乖听话 我们才是真正的反骨青年的概念 我们要坚定我们的立场 乱世出英雄 我们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刚提到的 M.Franck 还有Cory Ten Boom 还有在天安门前面的坦克人 还有Rosa Park一样 我们可以为正义而战 跟始祖行传的基督徒一样 就算被罗马压迫 我们不屈服 我们有一天可以用福音征服整个罗马 左派不相信有神 就是说他们不会去做假的神 他们要做的是假的英雄 把恶行恶状的人全部都拉出来当英雄 持凶器抢孕妇的欺读罪犯 George Ray 持枪拒捕的J.Cob Ray 性别错乱的超人 同性恋的Robin 还有性别流动的自恋狂Loki 还有在画画公子的封面的一个男人 现在就是要划清界限的时候 要知道自己的底线 自己的价值观的底线的时候 而且全力的为自己的价值观 占领的时候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情 就是站起来 Stand your ground 我们可以做到的反叛就是 不要对于正品的规矩 言听计从 如果一个商店规定你一定要戴口罩 才可以进去 我们就不要去 如果餐厅规定要打疫苗才能去用餐的话 我们就在家里吃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金钱来抗议 我们不要使用Netflix Hulu这些东西来享受我们的娱乐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金钱 来给跟我们价值观相同的公司 不是说你一定要参加什么AI News的会员 你的新闻订阅可以说什么是 Daily Wire Warrior Poet Society Steven Crowder Rebel News 你可以开一间餐厅不用戴口罩的 你可以开一个商店 大家在里面可以不用戴口罩的自由购物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被控制 不被政府控制的一个社会 跟建国先驱一样 我们现在如果不划清这个界线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更多的地位 我们价值观会被迫更底下 我们的底线 我们的宗教会被更践踏 我们就必须要在更艰苦的情况下 划清我们的界线 通常就是我们失去更多的时候 祷告是一定要付出行动的 没有行动的祷告 我天天在那边祷告两个小时 希望翻转耶稣快来 怎样怎样 但是我还是天天看Netflix 我还是天天送我的小孩去公立学校 我还是乖乖去打疫苗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祷告是要配合行动 你不能说 神啊我希望怎么怎么样 人是要跟神同工的 我们是要一起合作的 你不能说完了之后 黄色网站该上还上 就是你还是在支持这些邪恶的东西 你还是在支持这些左派 推动文化去洗脑你自己小孩的东西 然后你在这边说 不应该呀 为什么文化又洗脑我的小孩 然后你每个月付给迪士尼钱 你每个月付给Netflix钱 你给他钱 你让他去洗脑你的小孩 然后你在这边说不要洗脑我的小孩 你不觉得这整件事情就很矛盾吗 如果说你要是不想让这个毒瘤越长越大 那你从他的源头你就给他砍掉 所以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AI news存在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 什么叫圣经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作为人来讲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们分不清善恶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事实 这就是一个结果 这就是人走向灭亡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 神真的用一整本圣经 把所有的奥秘都告诉我们 把所有你对世界疑惑的东西 你不知道的东西 全都在这本书里面 弥加书六章八节 神告诉我们说 世人呐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我觉得这一小段话 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因为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 他已经告诉我们 什么是善 你如果知道了是善 你就可以轻易的分辨恶 你要不要去做 神在这里说说 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神要我们做的是行公义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 你知道善是什么 然后你按照神告诉你的善 你去行公义 你去好怜悯 然后你一定要存谦卑的心 如果你一直认为 老子天下第一 我不相信神 神没有我厉害 那你就不可能与神同行 你真的要存谦卑心 你完全的看你自己 要说 哦天哪 我就是做过很多糟糕的 错误的决定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相信我自己 我把我自己当神 而导致的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神在这里说 你要存谦卑的心 知道我不行 知道我不是完美的 知道我就是会 没有神 我就是会犯罪 我就会死的这样一个人 有这样谦卑的心 认识神 然后跟神一起同行 这样我们才可以 做出真正善的事情来 这样我们才可以 真正的去扭转世界 我们才不会跟左派 通流合污 这就是一切保守派 爱国主义的一个根的东西 这一切东西就是跟光 还有冷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他说什么叫做冷 其实世界上没有冷这个东西 你不可以创造冷 冷这个东西 你只能就是没有热 没有热的时候就是冷 什么叫做黑暗 就是没有光 也就是说有一个东西 你如果说没有的话 你就会往那边堕落 对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为什么宗教这么重要 为什么耶稣这么重要 因为他就是那个热能 他就是那个过分 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 这个不重要的话 你一切的判断 都按照你的 自己人的这个想法来判断 你就会变成左派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所有的左派跟右派的区别 根本区别就是在这里 所以在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求善 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这样耶和华万君之神 必照你们所说的 与你们同在 所以保守派要求的是什么 爱国者要求是什么 我们是要一直和我们的神同在 我们要求的是善 我们要的善 不是世界告诉我们的善 不是左派告诉我们的善 善恶的标准是 你可以从这里看到 善恶标准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是 左派的善告诉你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恶 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 早就告诉我们的主题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 神告诉我们的善 我们不要求 神让我们看到的那些恶 神告诉我们 我们就一定会存活 而且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能够 战胜左派 唯一的一个办法 除了这个之外 什么都不可能战胜左派 这个就是战胜左派的 一个唯一的办法 我非常同意 你这样讲的这些东西 是吗 是 现在就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 现在就是最好让别人接受福音的时候 因为现在有太多这个样子的恶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太多苦毒在我们的政府里 在我们的教育里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 都有很多这个样子的苦毒 是你们要完全包容同性恋他们的行为 然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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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们要牧师说要支持BLM 然后要支持STOP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个他所谓的善呢 对 他就是去追求了撒旦告诉他的善 对 左派告诉他善 世界告诉他善 他放弃了神告诉他善 这就变成这样了 对 现在就是最好可以跟他们说 你说的东西其实是错的 你知道的东西 你的认知其实是有误差的 神告诉我们说 你甚至不用说神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知道神的实戒 就这十条法律就好了 你就可以读得懂圣经 你就可以跟他说 为什么不行这样子 为什么不行这样子 这个样子才是有活路的一条路 然后你把之前的这些例子 全部都指出来 北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越南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中国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 他们翻转的方式 就是让人民得到自由 让人民可以自由去选择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现在这些人要做的事情 是完全控制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们说 你可以得到自由 可以站起来得到自由 你可以依靠神得到自由 你可以依靠善得到自由 什么是善 圣经的东西就是善 你要现在就是最好传达 这些话给你身边的人的时候 是啊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本为善 善就是神啦 那你如果要是真的知道 神的善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如果要真的想知道说 我们的国家要怎么变得更好 你要去到教会里面 你要去读圣经 而且你要读的明明白白的圣经 你要了解神在里面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就一定可以做一个非常棒的爱国者 而且你的方向绝对不会出错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爱国的人都要达成的一个共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继续加油吧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条道路了 那知道了之后那就非常的简单了 对不对 只要你去拿一本圣经 然后只要你走到教会里面 如果要是大家在洛杉矶地区的 可以发邮件来问我们 或者是在评论下方问我们 说如果你要是想去哪个教会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 在其他州或者是在台湾 我们也都有认识牧师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也都可以介绍他们的教会 已经没有知道 然后是有正确价值观的教会 不是那种什么 左派教会 对 说什么你变性了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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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我上次看到一个教会 他在interview一个女人 然后那个女人就讲说我变性 是因为神告诉我 耶稣告诉我 stop doing that 要小心两个的教会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认识 圣经这本书的话 你真的自己去读 连牧者告诉你的东西 你都要去在圣经里面求证 对 或者是如果大家又是有一些经文 或者是有一些搞不清楚的 或者是有一些有疑虑的 或者是可以讨论的 也欢迎来问我们 我们也很欢迎这样的讨论 然后我们也很 我们很喜欢读圣经 我们愿意去看这些 我们不是圣经大师 但是我们认识蛮多圣经大师的人 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查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在现在这个世代 不光是我们每个人 而且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最需要的图形 是我们每个人 人生成长路上 包括说我们的灵魂 最需要最需要的图形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as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